大家好,歡迎你臨粵語娛樂,提到剛過去的晚戰勝輝頒獎典禮。 吳小觀眾觀後直言,TVB今次因為有層智慧稱長而重拾光輝,相比往年屢次被吐槽的台慶賽果。 今屆的TVB頒獎勵獲得網民力讚近年來最成功,最想心惡事,絕非浪得虛名。 不單止賽果大眾滿意,人心所向,更加關鍵的是,今次台慶洋洋灑灑的亮點和驚喜令人索之不盡。 見到我們喜歡的老氣骨和花旦分別反巢拍大戲。 之前和TVB離別這麼不開心的前職員都重修舊號,甚至連當年的外語匪民圈騰半個香港的情侶都可能破鏡重圓。 接二連三的劇烈轉節,將原本似乎不可能的情節化做現實,吸引力真是十足。 實不上門,TVB今次不單止掌進了,更加用心了。 果然不預先通知,才會有那種真正的驚喜。 一幕接一幕的經典時刻,多到你怎麼都看不厭。來啦,講下林寶儀吧。 在之前的分享當中,我提到林寶儀和TVB疏遠多年,今次終於露面做頒獎嘉賓。 不過,驚喜遠遠不止那麼簡單。過往是大家或許不太清楚的事。 林寶儀自離開,TVB已經有十三年的歲月。走出TVB之後,林寶儀的發展相當精彩。 她和很多電視台合作,跑去內地拍劇,又返來香港,擔任監製,以至出過好劇《炭飾橋》。 還有短短幾分鐘的電影《毒舌大撞》、《客串》都相當搶壓,令人顏色,她的戲份不夠多。 即使嘗試過這麼多不同的角色,只是和TVB這個老東家過了這麼長時間沒有合作。 今年可能是時來運轉。林寶儀很可能會反,TVB拍攝《營蒸十二》呢? 雖然她自己在訪問中態度保守,只表示會看下劇本的好壞,如果適合就接拍。 不過一次都要到開機那刻才知道。 不過有笑料的是,全民以和林寶儀合演《營蒸十二》的馬國明就率直表示, 早就聽到監製講開這部戲,但只有林寶儀的份,沒有聽說自己有份心演。 馬國明的一直說,不單止耿直又搞笑,令人立即明白過來。 無論怎樣,晚明是TVB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萬磨一失,2024年我們真是很值得期待林寶儀和TVB的新合作了,再講下蛇絲慢。 昨天,TVB非常重視阿蛇,盡全力令她正式成為港劇新女王。 就算港劇運勢未如以往,但靠自己的作品得到這樣的應可和讚賞。 對任何演員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榮譽。 事後是蛇絲慢憑植新民女王拿到的。 大灣區事後也是透過內地網友的投票追贈比亞蛇。 大馬事後的獎項是TV蛇絲慢的偏愛。 最佳衣著獎都順理成張禁奉上給她,只為了讓她四了時候話題質量更加豐富。 老實說,這些年來TVB算是有點淪色。 但能夠被捧這麼高的,終究只是有蛇絲慢一個。 盤點下去年終加恩,真是令人感觸良多。 當然,阿蛇的貢獻對TVB來說,絕對是感上添花。 不單止她一手大飛TVB成年,為TVB節節高升。 撈上大把銀子之餘,還一舉打破了去了內地的香港新人 紅不過羅湖的尷尬局面。 最關鍵的是,她還即將帶來更多合作的可能。 已經拍好等播的家族榮耀義,前途無可限量。 代續話題是新聞女王義的合作。 主打一個三型底牌,對阿蛇,對TVB,對觀眾。 怎樣想都意想不到,一度已為阿蛇離開TVB多年。 決心在內地拍劇響清福,怎知一返來就搞大波。 還有接二連三的驚喜同大家say hello。 2024年,真是不可以不期待。 除了拍劇上的合作高頻得令人嘆為觀止。 和張志琳的情懷撒旦同樣震驚倒臥。 當蛇絲曼台上一個口哨吹,竟然就換出了雖然白了些鬍子 但依然型格的初哥哥張志琳。 大家似乎又重溫反十月初五的月光那種懷舊感覺。 知不知,當年張志琳和蛇絲曼的匪民鬧得沸沸揚揚揚, 袁詠儀要親自監場那些刺激八卦閒話一提。 陳志堯見王浩信德時帝那陣的冷笑, 放在原靚靚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這個擁抱,相信除了袁詠儀誰看了都心花腦放吧。 張志琳和TVB的和好,實在難得。 不如就開多一齣劇集,再讓蛇絲曼和張志琳三番新戀。 盡望望楊兒離開TVB多年忙於二胎育兒的楊兒。 今年居然搭檔林峰阿蛇班長,實在出乎意料。 無論如何,對於這家伙的陳年老戲碼。 我都迎全內心一份微妙的喜愛。 楊兒保持著一貫的良好狀態, 而林峰無論現在變成怎樣。 當年,在TVB確實帶給大家不少歡樂。 尤其是他和楊兒的組合真是令人向往。 今年,林峰和阿蛇一齊的家族榮耀義即將與大家見面。 楊兒的部分,真是有一部改編自宋慧喬韓劇《黑暗榮耀》。 新劇圍要報復主題的《黑色月光》即將上檔。 返回舊巢、覆仇故事,演技一向使人放心的楊兒。 今年說不定能複製阿蛇的光輝歷程。 喂!2025年的TVB頒獎禮,楊兒會否再摘事後桂冠? 這個問題,真是值得換味。 這麼說,作為一位媽死TVB的鐵粉都不得不承認。 近幾年TVB去找內地市場的飯碗,真是有心無力來。 就算是那些質素不錯的中花,或者各種新進小花小生, 似乎都找不到方法令到內地觀眾牢記在心。 講開《新聞女王》這套劇,質素怎樣大家心底有數。 但沒得說,這套劇的確為,TVB和整個港劇注入了強心劑,令人鬧產血反,提材新鮮出爐,震撼些內容,阿蛇的演技和觀眾緣一流。 連帶的招呼力,在內地的口碑數據真是在地起飛。 最緊要的是,TVB 賺到盆滿撥滿。 就算是劇入面角色,大小不同的演員,都初嘗到在內地被人認得的滋味。 高海寧在三十而二閃爍一陣之後消失無蹤,今次終於有後續的勁左。 得到女配角,外貌愈來愈動人,遠如星星一樣閃閃發光。 李斯運病之後離開TVB,話要多方面發展,但基本上成就都不大。 今次憑植《新聞女王》裡面那個惹人爭的反派女角,一下子就事業天,內地的工作機會拿到首院,再次達到職業的巔峰。 不用提,得不得獎無關係,市場才是最大的認可。 王敏逸在《新聞女王》裡面的角色未算是特別搶眼,但是令到更多的觀眾留意到他的美貌,對他的戲更加感興趣。 何依庭就有點難說,這套劇可能是他最後一部作品儲備,本以為憑植小微一個就可以出位。 但是這個奮鬥的關鍵時刻,他竟然選擇閃婚。 去結了婚,對TVB來說,捧不捧他可能是個難題。 對自己來說,怎樣平衡好事業家庭都不容易。 總之,他的閃婚真是挺迷人,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會後悔。 最後來看下,被視為TVB上位風向標的女飛躍長,得獎的是劉詠璇,想真是。 我原本都以為獎會落到些明顯被力捧的新人身上,沒想到最後是他拿到。 見到他激動的樣子,就知道這個獎對演藝人員的份量有多重。 又漂亮又拼又好性格,TVB的新人之中,我最看好他。 狠切希望,他能夠真正這麼成功這麼上位。 不知道是否要批評,TVB啟示太遲。 直到今年才知道迎合觀眾的喜好,送出感情真誠和無爭議性的獎項。 還是應該表揚,TVB不管夜晚早早。 總算是醒悟了,今年的頒獎典禮難得內容豐富。 編排趣味十足,真心實意,連以往失禍的藝人都收覆了關係。 總覺得TVB是那次《新聞女王》裏面嘗倒了甜頭,開始用真正的大男主大女主劇去腦扶身。 而不是像之前那樣,用詐騙劇騙反些人。 如果真是這樣,接下來2024年的TVB,真是可以期待一番啦。 今日節目就聊到這裏,我們下次再談。